The program is brought to you by Chase 欢迎走进由Chase赞助播出的纽约会客室 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中国的一级舞蹈编导王葛先生 欢迎您玩到 谢谢 欢迎欢迎 这次到纽约来其实是带着任务来的 专门是看剧是吧 对 因为为了明年在中国国家大剧院 要上演的一部特约的剧目天路来做准备 因为您是舞蹈编导 为什么选择百老汇这种音乐剧 或者说是戏剧的这种表演形式来作为参考呢 是这样的 就是我在国内做的舞剧 都是偏就是偏稀奇性很重的 和就是和白蓝会的整个的音乐剧的 整个的这种戏剧观念或者戏感受 我觉得是相通的 所以我来找寻这种 我在自己在国内 或者在我们自己做的一些东西里面 不具备的 或者我觉得我自己在结构上 更应该要突破的东西 可能在这里 我觉得有可能能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所以这次来专门来好好地看一看 那您这次来已经看了很多剧目了 看过之后感受如何呀 我觉得应该说 有些戏是我以前有看过的 比如说看那个《米塞公》 我觉得是西贡小姐已经是在20年前我就看过的 是看那个老版本 这次看那个新版本 我觉得现在看了还那么感动 我在剧场里面起码哭了 就是感动的流下眼泪 起码有三回 哇 艺术家都是很感性的 有可能吗 那真的是我觉得很打动人 不管从它整个的结构剧本 完全还有就是它这种人物的设置 它的情感点 我是觉得就是我觉得都非常是 特别特别的招观众 我觉得这次我给我最深的一个印象 可能是不是这两天正好纽约赶上 最热闹的时候跨年 第一 观众每一场 看的每一部戏 我来已经看了第 这是今天是第七 今天是第八部戏啊 每一场都是 每一个剧场都是爆满 第二 观众的这种热情 是我想象不到的 就是你想 这个剧它是每天在演出的 对 首先演员在舞台上 那种饱满 百分之百 或者百分之两百的这样的投入 观众一样的回报于 最后的战棋 最后的掌声 最后的不愿意离去 最后的各种叫好 这是完全是我 就是不会在国内 我是不会有这种感受的 感受不到 国内有 但是不会说那么多 不会说是每个戏都会让你进行感受 这个是我这一次来 准确说这次来 我时差倒得比较好一点 所以看戏的睡觉是少一点 所感受到的这个很强烈的感受 还有一个感受 我觉得最好的感受就是 每一部戏都是它自己的味道 虽然它有百老汇的这种城市化的东西 但是它每一部戏都有它自己抓人的地方 都有情感的地方 更重要的是有喜剧的地方 这种喜剧是 可能我在 因为我的语言能力很弱 就在英文中很弱 有些在语言上的这根梗 我不是很能理解 但是在行为上的这些梗 我都完全笑的 就基本上看了一会儿笑 又让你感动 就这种感受 很强烈 非常强烈 因为您创作的作品都是以肢体语言 都是以这种形体来表达 来交流和观众 所以我想其实除去语言之外 您能够很深切地感受到 语言之外的这种交流与沟通 因为这和您的艺术形式是相通的 那您觉得是不是有什么灵感 或者是启发 可以为您的新剧做一些铺垫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一次性我看这么多戏 我确实需要消化一下 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 为什么自己以前做的一些戏 可能舞剧和音乐剧有很大区别 因为音乐剧相对要通俗易懂一点 因为它有语言的功能 语言的帮助 对 有行为 有戏剧 有舞蹈 都构成在这里面 就完全大的一个综合的一个东西 在这里面构成的 而舞蹈它确实是单纯靠肢体 单纯靠肢体 还有我们选择的一些题材 又不是周知的一个东西 所以为什么会让我感觉 就是有些疑惑的东西 就是为什么舞剧达不到这样的一个 欣赏的一种 我不喜欢很 就是我在我的戏剧 这个作品当中 我不是 我是希望跟观众能达到一个很重要的沟通的一个人 我希望观众能跟我在我的剧里面看到欢笑 看到悲伤 看到他们可以自己所获取东西 所以我就想说 当然这是最基本的东西 但怎么能最精彩的给他们呈现出来 我觉得这次是在看 就这一次来看音乐剧的一个很重要的感受就是 我觉得就是我们做的不够极致 我包括自己 你指的这种不够极致是什么方面 我觉得它是方方面面的 第一比如说 我在本身的这个结构方式上 因为舞剧它达不到一个像音乐剧 它又圆以后 它又很容易把故事情节弄得很复杂 很纠结 很纠葛 舞剧要相当于简单 易懂 还有要从那种很个性的这样的一个出发点 到一种共性的一种沟通 就能跟观众达到一个共性的认识 而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我们在实际上在故事情节的本身设置上 就输了一点点 好 那但是舞蹈是靠什么 舞蹈是完全靠肢体 肢体呢 我们又达不到就中国舞 又达不到像西方巴黎舞 或者现在说除了古典巴黎以外 现在现当代巴黎 那种大胳膊 大长腿 完全是不需要看情节的情况下 就欣赏那肢体的一个美的情况下 也能吸引观众 好 在这两点 我觉得会稍稍弱的时候 我们究竟的突破点 中国舞 中国的舞剧的突破点 究竟在哪 这其实是需要我们和同仁 一起思考的一个问题 这次我就在这些音乐剧里面 这次很多音乐剧 我还是没看过的 新的 也不是新的 就是我第一次看的 我确实能感觉到 很多东西我现在很难用 几句话来给你描述 但是我就回去以后 肯定在我的下一部戏 或者在下一部戏里面 会有所体现 可以体现出来 您刚刚提到东西方 一个舞蹈与会的问题 感觉就是我们中国的舞蹈 是不是还是和西方的舞蹈 在舞蹈与会方面 有比较强烈的差异 非常大差异 怎么说就是 中国舞的肢体 源于我们源于 就是我们有两套体系 一套体系是中国民族民间舞 就是各个民族的 少数民族的 包括我们有几大汉族的 还有几个 戏曲当中 就是金舞体 体育当中去画出来的一个舞种 它和西方的整个的身体语言 包括身体的这种 所谓的这种表异性 都完全不一样 完全是另外一套东西 其实没有谁哪个好与坏 或者没有哪个先进 哪个与怎么样 我是觉得中国舞 非常有中国舞自己的特色 我们受西方的影响 或者我们舞蹈受西方的 30年的现当代舞的影响 到今天 我现在反而觉得 中国舞有很多可贵的地方 接近那些西方的这些观念 比如我自己出来学习 我不想去学他的一些动作 或者他这种做法 但是我学到这个导演 他对作品的这种认识 他对作品的这种题材的 怎么挖掘这题材的这种深度 这些是我最想学的 而我想把这种学到这种东西 是转换成 回去后挖掘我们自己的 作品当中的这些精髓东西 究竟应该从哪个角度去深挖它 只有这样深挖它 才可能什么 保留我们自己的这种 语言属性 一个是语言属性 一个是什么情感的表达方式 还有一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事 就是我们这种表异性 中国人特独有的这种 就戏剧感 戏剧的就是比如中国人喜欢看故事 对 所以我的作品里面都故事性很强 不是那么很抽象的 我有次跟一个西方朋友聊天 我说他看了我的一个 以前来美国演过的一个灰斑 一个舞剧 还有我一个洪高亮也在美国演过 他就说 我说你喜欢看这样的故事性吗 他说我在舞蹈里面 很少看这样的故事性 一般都会在音乐剧里面 去看这种故事性 而中国的舞剧很有特点的就是 我们可能受最早 最最最早 受俄罗斯戏剧芭蕾这样的影响 形成了我们中国舞剧的一个特点 就是我们戏剧性很强 人物性很强 矛盾性很强 这样的一个特点 我们走了这么几十年 其实走出了一个自己的路子 只是这路子走得高与低 我觉得不可能的 我在这儿能评价 但是我是觉得 这就是我们中国舞蹈 中国舞剧 或者我们自己这种样式的一种 真正的一种形成 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大的形成 所以说我觉得这东西 和西方的东西是完全区别的 只是我们现在 我们的剧推出来 推到世界 存在一些问题 让西方也好 或者让别的地区的人 看中国的舞蹈还是相对少 比如说最简单的 我们中国的舞剧人偏多 西方的 因为它很抽象 一般一二十个人都很大了 一二十个演员就很大 我们有时候有四五十号 五六十号 就这样的一个阵容出来的话 它会受很大限制 这也是 其实也是在让我思考 我们中国舞剧 究竟应该 就是说 怎么能转化的让 更小 更精 更让 更好走出来 让西方 让各个地区的人 能看到我们自己 中国文化 有些传统的东西 这是我一直在 在思考 就这两年一直在做 做做做做 做到这个时候 做了 七八部戏了 做了很多小作品 我反过头来 在思考的这些问题 因为确实 这些年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 有一些 这个国家 比如说编排的 国家一些 这个舞蹈机构 编排的剧目 频频走出国门 然后在我们 林肯中心上演 今年其实 这个跨年的时候 也会有一部 但是我们就会觉得说 好像这个观众 还是以华语居多 虽然这些年 看这个中国舞剧的 外国观众 越来越多了 但是好像 我们要想 在西方的这个舞台上 去呈现我们本文化 就像您说的 保留我们中国 特有的这个与会 这样一个属性 或者样式的这个舞蹈 让西方观众 接受起来 似乎还需要一段时间 那可能这些就是这个 像您这样的 编舞的导演 应该去动脑筋的事情 如何让这些西方的观众 能够很直接的 就是你们用西方的 这个方式来表达 但是传递的呢 是我们中国文化的精髓 和我们的这个本质 是不变的 这个题特别好 你说这个问题 还真是 还真是我想过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 最重要的是一个 在文化上的差异的 最大原因就是 我们在 就是在 中国选择的一些题材 因为我们可能适应了 中国观众的胃口的时候 很难说 照顾到世界 照顾到整个的一个 一个人类的一个东西 所以说可能是 我们在选择题材的时候 本身在选择这东西的时候 就已经要考虑到这个问题 有些题材可能是一个 普世价值 都是理解东西 可能一起创造它的时候 西方的人会愿意 或者是能 有兴趣去感受一下 而刚才你说的这个 现在我们中国的艺术 走出国门的 更多的是华人的欣赏 我觉得这个现状 确实是存在的 确实存在的 我觉得这个肯定需要一段时间 需要一段时间 这样我们把更多的话题 留到下面段再说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纽约会客室 王导 其实您自己是 这个舞蹈演员出身 但是您在2005年的时候呢 就离开了这个北京市歌舞团 然后成为了这个 独立的舞蹈编导 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选择 因为当年您不是 有一部好像很不错的作品 在业界受到了这个 很高的赞誉吗 是叫擎天赫海 圆明园 对吧 对对对 我就实际上的 也是有点阴差阳错的 当时实际上我准确说 我作为跳舞演员来说 条件不算好的 就算很一般的 再加上 我在去北京歌舞团之前 已经工作了五年 再上了大学 然后在北京歌舞团 又工作了五年 所以我本身在剧团 就跳了十年 再加上膝盖有伤 所以我后来就选择说 我要走 这个创作这条道路 但是这个创作道路 并不是说 我马上说了 我就去走 实际上我在大学的时候 我已经付出了行动 我在大学 在北京舞蹈学院 民族民间舞系 学习的时候 不光是系里面 还是学员给我很多机会 让我自己也 我自己也去创造机会 去慢慢尝试 开始编一些小的舞蹈 所以这个到后来 到了北京歌舞团 跳刚才已经说的一部 晴天恨海圆明圆舞剧 是陈维亚老师做的 那部舞剧 我在里面 饰演了一个大太监 就像李连音这样的人物 那部戏也是 对我后来搞创作 特别是我后来 喜欢上人物性的创作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影响 因为在那个戏里面 我才明白 舞剧的人物 或者说戏剧人物 究竟应该怎么去设计它 怎么叫有特点 怎么叫有情感 怎么叫有血有肉 这就是我当时 这个东西 这个戏在说 给我很大的影响以后 所以后来 我自己在创作作品的时候 我的舞蹈就偏人物性很重 包括我的小作品 像《我的中国妈妈》 《父亲》 《汉秋月》 《凤碑明》 包括《长恨》 这个包括 就太多太多 都是很人物性很重的 人物性很重的 就是在一个小作品里面 你能完全看到一个故事的概念 还能看到那样的一个 每一个每一个不同的人物 我觉得都是 可能就是 我可能比较喜好 偏这个东西 所以 在《北京歌舞团》 待了四年 都不到五年吧 后来我就自己出来 可以转为自由编导 说白了就是靠编舞 挣钱 养活自己 那从一个专业的舞蹈演员 到一个独立的舞蹈编导 这其中的转变 您自己的心路历程 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起伏 就是是不是也会有这个 平静困境 或者是说很迷茫的时候 我觉得每一个 每一个编导都会遇到 每一个创作者都会遇到 我觉得最开始 刚刚开始编舞的时候 我就进入编舞的状态 就进入编舞这个行当的时候 我就很难 就是迈进去的一下 很难 好 编着编着 开始慢慢出展东西的时候 我就得开始顺了 当顺到一定时候 当你作品越编越多 不管是小作品 我们说小作品 就是几分钟的作品 就七八分钟的作品 到五剧的创作 一个半小时 两个大型的 当你越做越多以后 实际上你为了不去 重复自己以前的东西 你就必须要走一条 另辟蹊径 这种另辟蹊径 还要在你诗和你自己的 这样的一个 就是创作的这种范畴 或者你自己的一个审美里面 所以在这里面找到一个 不同 实际上就是越来窄 越来窄 窄到最后 就是您说的瓶颈 瓶颈 他们最开始 有一次 有一年 我做中国妈妈和父亲 做作品 他们说我一夜 在舞蹈界成名 其实我老爷 跟他们看完 要说一句话 说你们只看到 贼吃肉 没有见到贼爱打的时候 我说我以前 在铺垫了很多小作品 那时候你们一刻见过 都做的 就是做的不是很 就是很让大家都关注 是因为那两个作品 让别人关注到了 我说这个时候 就是我的一个转变 其实我最早开始做情绪舞 什么情绪舞 我们简单的解释 情绪舞就是说 它没有更多具象的内容 或者故事情节 或者故事的一个意象 更多是一种单一的情绪 表达 单一的情绪 比如说 这个比如说是美好 或是怎么样 它很单一情绪的情绪舞 到我开始慢慢做 当代舞 就是现实题材 就是我说的 中国的现实题材 就是当下的人的 这种生活的一些舞蹈 就是带有人物性的 因为它做人的 做人的 然后它有爱 再开始我到 开始做汉宫秋月 做长恨 就长恨歌 做风碑名 就是这个 那个家 就是这个家的 像这种小作品的时候 我已经走入到 我一代文学色彩的作品 但这文学色彩 包括我到了这个时候 我突然就 其实这几个阶段 走到那时候 我都会出现一种瓶颈 每一段瓶颈 就是长短而已 可能这一项 我现在 现在我做完长恨 我前段时间 我们中国武学 做的一个小作品 叫《转山》 一个藏族的 走到这个时候 我真的觉得 自己到瓶颈了 瓶颈的是什么 瓶颈的是 我再多做一个 这样作品 也不会差 但是我觉得 没有什么突破性 要创新 对 要创新 所以我决定说 我说我一定要 还是再出来看一看 看看 特别因为我 纽约这是第三次 还是第四次 我又忘了 但是我每次来看戏 或者是每次来感受 我觉得都能 在西方的文化当中 或者是说 不光是 其实我这次也来 看了舞蹈的 看了艾文艾利的舞蹈的 其实我觉得 在各种样式当中 我觉得都能戏剧 到一种养分 都是有所收获的 一定是这样的 来 我们一起来看看 您的这个作品的 就是现场的一些图片 这是我新作的 一个小作品 叫《转山》 就是您刚刚提到的 对 我是借着藏族的 这样转山的一种形式 就是藏族人的信仰的形式 实际上说的是 在人在生命的场合当中 有人陪你出生 有人陪你离去 其实有点轮回的感觉 所以它的文化内涵 其实是挺深的 对 这个作品 大概十分钟 十分钟 十分钟 而且我看 因为是藏族 那它肯定 它的舞蹈与会 它的特色 又是很有民族特点 必须是这样的 对 所以我是很 我特别在意 就是这种藏族的 其实我觉得语言 这种语言 一定是中国的 就是一定是我们 这个本民族的 这种语言和感受 这种感受是非常重要 我觉得可能只是 我在创作的这手段上 包括在作品的这种 空间的运用 结构的方式上 我觉得可能会不同 会不像我们原人有的 这样作品的感受 这是我的那个叫 若马美的一个舞剧的 这是大型的舞剧 这是舞剧的双人舞 一个双人舞 爱情的双人舞 离开爱情双人舞 一个女的叫契四 男的叫纳索 其实这也是关于一个 民族迁徙的故事 对 这是个民族迁徙的故事 这是讲的是 哈尼族从青藏高原 一直迁徙到红河 但是我中间找了它 中间有一段 一段就是他们比较 可歌可气的一段 悲壮的这个历史 这是芒谷 这个拿的是芒 旁边是谷 它上次一个男性和女性的 一个带有身质色彩的 这种道具 这种道具 论马尾 您为什么对这种 民族性的东西如此关注 因为我大小的是 学民族民间舞长大的 所以民族民间舞长大的 我从四川神武校 就开始在学民族民间舞 那时候四川有枪族 仪族 藏族 我从小就是学民族民间的 说点真话的话 就是因为我的身体条件 达不到他们古典舞演员那么好 所以我一直被画在了 这个学民族民间舞的上面 可能就是长期这样学吧 就喜欢上了 包括我上大学 在我们中国民族民间舞系 那也是学民 但是那时候我们班很奇怪 我们班是中国民族民间舞系的 第一个中国班 什么中国班呢 就是因为我们学院是分 民族民间舞 古典舞 两个系 中国武来就包含了 这两个系的东西内容 就是我又可以写民间舞 又可以写古典舞 实际上这些前一幕后的 真的是对我后来的 后期的创作都有好处 产生了很多人 当然我光学民间舞的话 我可能就会偏民族民间舞这方面 其实我编了很多的 包括古典舞的一些群舞 包括舞剧 我都有也做过 所以我就 就是因为我觉得两方面都学了以后 所以最后我在创作的时候 不会去偏重于民族民间舞 或者中国古典舞 我是偏重于中国的一个 中国舞的一个概念 把两者相结合 对 但是您的视野呢 关注的却是这个中国 怎么说 就是本有的这种民族的特色 我就是历史文化的东西 历史文化的东西 包括民族的东西 就是民族民间的东西 我都去关注 我觉得这个 实话实说 我们的这些 中国民族民间舞也好 中国古典舞也好 实际上发展这么多年 发展也非常好 那可能在教学上 是发展得非常好 但是在创作上 有好的时期 慢慢可能也有低的时期 我相信很多编导跟我一样的 都走到了一个 就是可能有一个节点 可能怎么样再去认识 我们中国舞的时候 怎么去把中国舞 就像刚刚说 推向国外的时候 世界的时候 它究竟是应该要 怎么样呈现给观众 首先说服的是中国观众 是吧 再来说服国外的观众 现在 因为舞蹈确实是一个 很小众的东西 它不是一个很大众 不像音乐剧 音乐剧太从此一动了 因为我几乎 我们今儿跟我们看玩笑 我们看玩笑说 花的是全家的票 价格 实际上看的是一个 半价的这个戏 为什么 因为错过了一年 我几乎 我觉得百分之八九十都听不懂 但是我就是 但是我能感受到 这个导演的做法 完了我包括他 很多这种身体的东西 或者这种戏剧感觉的东西 这个我完全能感受到 我觉得 有些东西真的是 我觉得舞蹈 和它很不一样的 就是因为舞蹈 没有失去语言的功能以后 但是它带给你是 另外一种享受 在没有语言的情况 它是享受 这种享受是 更多的是什么 给你很大的一个空间 想象的东西 包括我现在开始做的舞蹈 就意象性的色彩 其实我们说 这个叙事作品 一个是故事叙事 还有什么 意象叙事 就是我造成这种意象 这种舞台上的意象 构成这种意象 给你营造出来 一种故事的感觉 而不是真正一个故事 就像那种戏剧故事 怎么来的 怎么怎么怎么 和怎么没的 不会去这么讲的那么清楚 这也是 是舞剧和戏剧的区别 其实是这样的 准确说 舞剧其实也是戏剧的一种 但是舞剧是戏剧里面 非常特殊的 只有舞剧和文字 这块是差别比较大的 包括音乐剧 包括歌剧 它都还是来源于 文字上的很多 语言上的一个表述 包括我们戏剧 但就舞剧 我们在舞剧里面 可能就两页纸 两页纸 我们的剧本 给我们一个 很漂亮的一个概述 但是我们通过这个概述以后 我们要去找到一个 整个的形象 包括整个的一个 叫什么 就是所有的细节都要靠我们 所以为什么我们叫舞蹈 边倒 又要边 又要倒 边是什么 边是前期在 就排行 这个节目是 brought to you by Chase 带来 这个节目 带来 ų 感谢观看